台湾检警扫荡诈骗民众赴柬埔寨犯罪集团 成功逮捕三名嫌犯 中国要求科技巨头交出演算法 并对科技业加强监督 世界首富马斯克今日透露 他正准备收购英国曼联足球队 随后回应只是在开玩笑 大马歌手艾成今早在台北捷运站外 坠楼身亡 当场死亡并未送医 各位观众朋友 中午好 欢迎收看2022年8月17日的东方国际焦点 我是杰宜 台湾检警扫荡诈骗民众赴柬埔寨犯罪集团 破获人口贩运集团 成功逮捕三名嫌犯 并拦下五名准备出发的被害人 经查发现集团已诱骗超过50人前往柬埔寨等地 人蛇集团女首脑周三凌晨裁定积押禁件 被带画面也首度曝光 刑事局中部打击犯罪中心初步调查后发现 以张姓女子为首的护法集团 今年5月初陆续指挥成员林某等三人 负责接送 办理护照 PCR检测 和相关订购机票等工作 在短短三个月就已安排50名台湾人出国 而且利润相当高 每拐骗一人到柬埔寨就能获取10万新台币作为报酬 若到泰国则可领取1万至1万6千新台币 大约1500至2400令吉不等的酬劳 警方周一搜索嫌犯住处查获脏证物 共发现9只手机 4本被害人护照 3张被害人证件 11张被害人住宿收据 以及申办护照收据10张等不法试证 也在诸物处找到关键的笔记本 里面记录了数十名被害人的出境资料 目前检方复讯后 认定三人涉犯人口贩运防治法 组织犯罪条例等 阿里巴巴腾讯和抖音幕公司字节跳动等 中国科技巨头 已将旗下某些服务的网络演算法 详细资讯交给中国政府监管机构 外媒称这是前所未有之举 目前中国当局正对科技业加强监督 全球各科技公司都会严密保护自己的演算法 将此视为商业机密 但中国却在今年3月公布规定 强制各公司向当局交出演算法 以防止这些公司滥用数据 侵犯用户隐私权 根据中央社报道 负责监管网络的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12日公布了30种演算法表列 相关公司使用这些演算法来收集用户资料 并促销内容与服务 此外 美国财经媒体CNBC指出 中国建立演算法注册系统之举 是前所未有的 美国及欧洲联盟迄今 都未推行这种法规 世界首富特斯拉创办人间首席执行员 马斯克今日于推特上贴文透露 他正准备收购英国曼联足球队 但是 马斯克对于网民留言称 此举是否认真时 作出回应并称 这只是推特上流传已久的玩笑 他并没有要收购任何的球队 歌手艾成今早上午时时 传出在卢州捷运站三号出口坠楼 坠落在三号出口处 当场死亡并未送医 目前警方获报已赶到现场 详情仍待进一步理清 歌手艾成来自沙拉越古镜 是第二届抄袭偶像的冠军 之后就留在台湾发展演艺事业 和同样是艺人的王童结婚 两人两周前才开心庆祝结婚二周年 殊不知 台湾媒体今日传出 他今早在卢州捷运站 公购大楼坠楼身亡的消息 得年40岁 艾成周一最后一次在粉丝专页发文写道 爱是人世间最难的功课 也是最容易的功课 爱他吧 你就会得着永恒 原本天天更新贴文的他 却在昨日没有更新 今天就传出噩耗 令人感到惋惜 此外 而艾成的艾妻王童 至今仍未出面回应此事 其经纪人则表示 仍在获取最新消息中 感谢你的收看 欢迎按赞 留言 以及分享给你的好友 一起来关注国际时事 我们再见 观看 看到